字幕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Mark Sir 今日和大家討論的課題是 《氣體》的下集 這是單元1的最後一條片 先警告你們 接下來這一集的內容是非常抽象的 如果你聽完後覺得完全不知道自己聽了什麼 很正常,不需要覺得沮喪,盡你的能力試下,行就行,不行都不用勉強 那麼這集有什麼那麼厲害呢?我們首先會從微觀視角來解釋一下氣壓究竟是怎樣來的 然後就會從一個比較深奧的數學角度說一說氣體粒子的運動和氣體的壓強,還有氣體的溫度有什麼關係 那麼首先我們就來看看粒子運動的理論如何解釋氣壓 上一課我們說到物質處於氣態的時候,粒子是可以自由地飛來飛去的 在飛來飛去的同時,它們會互相撞擊,也會撞擊它們周圍的東西 這個撞擊就是氣壓的來由 為什麼活塞下面的氣體可以推動活塞呢?就是因為氣體的粒子不停地撞它 這個氣體粒子撞來撞去的理論就叫做分子運動論 根據分子運動論,氣體的壓強是受到以下兩個因素影響的 第一個因素是氣體粒子的動能 如果粒子動能越高,撞擊就會越猛烈,氣體的壓強就會越高 第二個因素是氣體粒子撞擊的頻密程度 如果撞擊的頻率越高的話,氣體的壓強也會越高 待會我們做例題的時候就可以看到這個理論如何解釋一些氣體的宏觀特性 這個理論也解釋了為什麼氣體受熱的時候會膨脹 如果氣體的溫度增加,就代表粒子的平均動能增加 那麼它們就會更加猛烈地撞擊周圍的物體將它們推開 即是如果它們周圍的東西推得動的話 所以氣體粒子佔有的空間就增加了 也就是說氣體的體積增加了 然後就輪到抽象的部分 剛剛我們說到如果粒子的動能增加或者撞擊的頻率增加 氣體的壓強就會增加了 那麼粒子運動和壓強之間具體的數學關係究竟是怎樣的呢? 例如如果粒子的動能提升一倍的話,它的壓強會提升多少呢? 由於我們沒有方法去觀察氣體粒子的移動 所以我們都不能夠透過實驗測量來找出這個關係 而只能夠透過純粹的數學推論去找它出來 這個推論就真的有點難的 我就不會在這條片裡由頭到尾做完給你看 只是會大約描述給你聽科學家是怎樣做的 首先科學家對氣體粒子作出以下的假設 第一,所有氣體的粒子是大小和質量相同的球體 第二,粒子之間的平均距離是大於粒子的直徑很多的 第三,粒子是遵守牛頓運動定律的 我去到單元2的時候會告訴你,現在先聽下去 第四,粒子和其他物體的碰撞是在一瞬間完成的 即是他們撞的時候只是碰一下,不會按扁對方再彈開 第五,所有碰撞都是彈性碰撞 什麼意思呢?即是在每一次的撞擊裡 撞前和撞後粒子的總動能是相同的 而最後一個假設就是唯一施於粒子的力 是碰撞的時候的接觸力 如果你將來入大學讀物理的話 你就會根據以上這些假設推論出這條式 PV 等於三分一Nmc 2xbar 我知道有些人是會很有興趣知道這個推論的過程究竟是怎樣的 我都寫了一份筆記來講解 你可以在影片資訊裡找到下載的連結 但是如果你沒有興趣知道的話 你只需要明白這條式說什麼就可以了 條式裡面P和V分別是氣體的壓強和體積 單位是PA和M三次 N是粒子的數目 注意這裡說的是大佳N 是粒子的數目 不是摩爾數 跟著 M是一個粒子的質量 單位是KG 而最後這個C2xbar 就是粒子的速率二次方的平均值 單位是M2xs-2x 什麼叫粒子的速率二次方的平均值呢? 氣體裡面就有很多粒子 有些快些 有些慢些 如果我把每一個粒子的速率都拿二次方 跟著再拿這一堆二次方的平均值呢? 這個平均值就是C2xbar 這條式我個人就不建議你背了它 首先 現階段這條式對你來說真的沒什麼用 其次 如果你將來真的入大學讀物理的話 你最需要的是明白這條式怎樣推論出來 而不是把這條式背了它 最後 萬一你考DSE的時候真的要用這條式來解題的話 份卷上面是會提供這條式的 所以其實你不記得都沒什麼所謂 一會兒我們去看例題的時候 你看一看怎樣用這條式來解題就可以了 最後 我就終於可以解釋給你聽粒子動能和溫度之間的關係了 我之前一直都是這樣說的 一個物體的溫度越高 它裡面粒子的平均動能就越高了 究竟科學家是怎樣知道這件事的呢? 剛剛我們說到 科學家透過一些叫牛頓運動定律的東西 就推論出PV等於三分一Nmc 2xbar 現在根據普式氣體定律我們知道PV等於NRT 然後根據摩爾的定義 我們知道大N就等於Na乘小N 最後 我們接下來會在單元2看到 右邊這個mc2xbar是等於粒子平均動能的兩倍的 將這堆東西全部代曬進去 調一調位就可以得到 粒子平均動能EK等於3RT除2Na 而我們知道R等於8.31Jmol-k-1 和Na等於6.02x1023mol-1 所以就有EK等於2.07x10-23xJk-1 這個就是科學家第一次真真正正地找到粒子動能和溫度之間的關係了 這樣就讓你看到氣體的溫度是真的直接反映它裡面的粒子有多少平均動能的 雖然其實這條式的應用範圍是很窄的 基本上只是用到在元素周期表裡面最後的那些氣體而已 但是在科學研究的路上 這個也是一個重要的理程碑來的 好啦抽象東西說到這裡就算數了 再說我怕你Drop4 做科學研究就是這樣了 是一個很艱辛的過程來的 很多時候你要付出非常多的努力才可以拿到少少成果 人生有很多東西都是這樣的 但是如果有一件事你認為它真的很有價值 就算再辛苦你都會願意為它付出 所以我都鼓勵你認真地找一下你的人生想追求些什麼 然後努力地實踐你的追求 上面這些數學如果你覺得頂得順的話 那就有物理學是歡迎你啦 如果你覺得頂不順的話你也放心 只要你不做科學家應該一輩子都不會再見到這些東西了 那麼這個單元講書就講到這裡了 接著我們就來看看例題了 這一集總共有兩題例題的 例題都有中英文版的PDF可以提供 下載的連結可以在下面影片資訊找到 有需要就自己下載了 那麼就來看看第一題吧 這題是一題文字題來的 以分子運動論解釋為什麼在下列情況 氣體的壓強會變大 然後題目列舉了三個假想的情況 分別是 A 在行溫狀態之下 封閉容器裡面的氣體增加 B 在封閉容器裡面 氣體的溫度增加 C 在行溫狀態下面把氣體壓縮 回想剛剛我們講分子運動論的時候說到 粒子運動有兩個情況是會令氣體的壓強變大 第一是粒子的動能增加 第二是粒子撞擊的頻密程度增加 那麼我們就來看看題目所描述的狀況 是否符合這兩點 如果你深水清的話 你就會注意到題目裡面 A B C 3的情況 其實分別就是 摩爾數增加 溫度增加 以及體積減少的情況 情況A裡面講到 行溫狀態之下 封閉容器裡面的氣體增加 既然溫度沒有改變 即是粒子的動能都沒有改變 但是粒子的數目增加 這樣就會令到粒子的撞擊變得更頻密 令到氣體的壓強增加 所以我們可以寫 由於氣體粒子的數目增加 粒子會比較頻密地撞擊周圍的物體 因此氣體的壓強就增加 然後情況B裡面講到 氣體的溫度增加 但是就沒有描述到 氣體的體積和摩爾數發生了變化 既然溫度增加 即是粒子的動能增加 另外粒子移動得更快 這件事本身其實都會影響撞擊的頻率 因為移動得更快 就代表粒子來回一次所需要的時間比較短 所以原來這樣同時也會令到撞擊的頻率增加 所以我們就可以這樣寫 由於氣體的溫度增加 氣體粒子的動能就會增加 同時粒子在容器裡面來回移動所需要的時間變短 令到撞擊的頻率也增加 所以氣體的壓強就會增加 最後情況C裡面講到 氣體的溫度不變 但是我們就將氣體壓縮 表示氣體的體積變小了 溫度不變就代表粒子的動能不變 但是由於氣體的體積變小了 粒子在氣體裡面來回移動的時間也變小了 所以粒子撞擊的頻率就會增加 所以我們就可以這樣寫 由於氣體的體積減少 粒子在氣體裡面來回移動所需要的時間就會變短 令到粒子比較頻密地撞擊周圍的物體 因此氣體的壓強就會增加 這樣我們就完成了第一題了 其實是很直接的推論而已 沒什麼彎轉 只要你深水清寫齊的東西就沒問題了 接著我們就來看看第二題了 考慮一個裝有氣體的密封容器 假設氣體的溫度在上升 這是一個沒什麼特別的情況 有一個容器裡面有些氣體 而氣體在變熱中 部分A 如果氣體的溫度從15度提升到75度 求粒子平均動能的變化 這裡說的是溫度和粒子平均動能之間的關係 而關於一個氣體裡面這兩個東西的關係 我們知道的就是 EK等於3RT除2NA 如果用EK1和T1表示氣體最初的粒子動能和溫度 用EK2和T2表示氣體最終的粒子動能和溫度 我們將這兩條式相除 就有EK2除以EK1等於T2除以T1 我們知道T1是15度即是288K T2是75度即是348K 那麼我們就可以找到EK1和EK2的關係 我們就可以這樣寫 EK2除以EK1等於T2除以T1 將條式調一調位 就有EK2等於T2除以T1再乘EK1 即是348除以288再乘EK1 計算出來就是1.21乘EK1 所以粒子的平均動能就變成了原來的1.21倍 那麼我們就完成了Part A 接著就來看看Part B 如果粒子速率的方均根值增加到原來的1.5倍 球壓強的變化 咦?什麼是方均根值呢? 這是一個你去到單元4才會學的東西 你現在暫時可以當它是一些類似平均值的東西 就算不是完全明白也不要緊 我們仍然是可以嘗試去解開這個問題 這裏講的是粒子速率和氣體壓強之間的關係 也就是說我們需要的那條式 應該就是PV等於3分1NmC2x8 我們用P1和C12x8表示加熱之前的情況 用P2和C22x8表示加熱之後的情況 而VN和M應該是不變的 將這兩條式雙除就可以得到 P2除以P1等於C22x8除以C12x8 這條式就有點爛氣的 不過如果速率的方均根值增加到原來的1.5倍呢? 那你可能就猜到了 右邊這個東西就是等於1.5的二次方的 為什麼呢? 學完單元4再回來看你就會明白 或者你也可以看下面的影片資訊 那我們就可以這樣寫了 P2除以P1等於C22x8除以C12x8 那麼調一調位就可以知道 P2是等於C22x8除以C12x8再乘P1 這個東西就是等於1.5的二次方乘P1 也就是2.25乘P1 所以氣體的壓強就變成了原來的2.25倍了 那我們就完成了第二題了 好了來到這裡 我們就終於完成了整個單元1的課程了 這個就是熱和氣體 在這個單元中 我們第一次正規地認識了 什麼是能量和能量的流動 還有我們有嘗試過去計算 我們做某件事需要用多少能量呢? 或者可以怎樣令到能量流動得快些或者慢些等等 接下來下一個單元 我們就會來看看一個很厲害的人物 他的名字叫做牛敦 牛敦的理論就真的非常精彩 當年我自己就是學完他的理論之後就愛上了物理學 而我都很期待去將他的理論去講解給你聽 那就到時見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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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Sir阿Sir 阿Sir 我想問 單元1是不是講完 對阿講完 阿Sir 但是你好像還沒講液體溫度計怎麼看 哦 是呀 還沒講的 還有 你是不是還沒講量度比前逆的實驗 哦 是呀 你看劇集當時就有些東西叫做主線劇情 還有有些東西叫做支線劇情 還有有些東西叫做支線劇情 你剛剛講的那些液體溫度計和量度的實驗 就是屬於課程裏面的支線劇情來的 那些東西都重要的 但是如果你不懂那些東西就不會影響你繼續學來的其他課題 所以我就會想先集中精力講完全部的主線劇情先啦 如果將來有機會 我都會回頭講完剩下的支線劇情 所以就不好意思啦 你剛剛講的這些課題 暫時就要靠你自己回家看書學啦 哦 好啦 那我自己看啦 好啦 加油啦 那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沒有啦阿Sir 嗯 那就下次再講啦 拜拜 拜拜